那现在天气越来越冷啊 很多的醋宝说老花衣 你看我这个叶子发黑了 我给大家也看一看哈 冻伤以后是什么样子 垂丝墨里冻伤以后就是这个样子 看到了吗 发黑 整体发黑 蟹软蓝冻了以后 它是这个样子 看到没 化水 特别的特别的这种 一弄就是特别容易烂 化水了 就是流浓了的感觉 这种都是冻伤 三角梅是这种感觉 也是叶子发黑 看到了吗 也是这种一摸化水 这种都是冻伤 如果说不是很严重 你把这些捡一捡 让它重新长 放到室内光照温度合适的地方 或许能回来 也或许回不来 所以这画面 你一定要了解 你们家的花是不是冻伤 包括这个三角梅 这样子也是冻伤 还有这个 这个是金鱼吊篮 这个也是冻伤 那有的有的也不会冻伤 这个就是我们做耐寒性测试的 这个呢 这个孟香兰 这个这种样子也是冻伤了 一摸化水了 这个回不来了 太阳花冻伤 看到了吗 冻伤以后是这种感觉 里面那个是昙花 也是冻伤了 那个秋兰也冻伤了 就这边呢 是我们专门 把我们卖的几盆花呀 就是随便拿出来 搞的这种耐寒性的测试 就是让人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 九里香 竟然没冻死 这个就说明一个什么事呢 在我们北方养的 草本的可能不太行 木本的呢 它有一定的耐寒能力 它会比在南方养的 稍微皮是那么一溜溜 这个也是老花一 一直奋斗和前进的目标 就是争取呢 把所有的花 会从我们北方培育出来 让它更加的好养 让花我们都能把花养活 不再让所有人 一听到养花就很难养 不好养 这老花一要做的事 也是每天去给大家分享 这种养花知识快乐 这是我的源泉 希望大家都点个关注 没事的时候点点赞 我是老花一 养花这张衣 爱你摸摸达 来了是不 嗨 嘿嘿 嘿嘿